他去中错不对用情 如今不会再有痴情 命运的注定 我必错对要去宣情 文字歌 博语歌跟粤语歌呢 其实粤语歌是最难 因为呢它是有九个音 文字歌是否精神更高 如果讲出来呢 文字歌是否刺山更高 就是一模一样 正因为粤语有九剩六调 发音难度比普通话要难很多 粤语在歌曲里对歌词的要求更是难度加倍 而作为外乡人的内地歌手 对粤语发音不了解 因此写出的歌词唱出来 不仅内地人听不懂 粤语歌的人更听不懂 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 一直吹 吹走我心里 那段痛那段悲 让暴雨重洗风重唏嘘 当初的你 仿佛是天注地 就让这大风吹 大风吹 一直吹 窄口重洗去 眼磨泪那泪水 就让那往事消失风雨 当初的你 不记得我的咬过水 不过就算天会流泪 永远就算空前离离 永远就算空壳着你 做人会催眉 别流泪 三船 更不应声 不过 虽然发言别搅 但还是有很多人爱听 正是因为八九十年代 正是反应影响力最大的时候 那时候满大街 都能听到人们别搅的粤语歌 而如今塑料粤语的流行 也正是因为它唤起了 人们的集体记忆 连粤语区的人们 也纷纷玩起了梗 甚至很多香港歌手 明知道翻译不回规矩 但还是会唱 粤语作品 二来是现在大家关注的 大多是内地乐坛 也导致粤语歌 很难产生全国性的影响 不过塑料粤语终究不是粤语 如果狭血乱畅的行为泛乱 还是会对粤语歌的发展 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还是希望 粤语歌能早日直冷起来 不要让塑料粤语 霸占了本属于你们的位置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小熊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